现在的表现还是很稳健的 潘灵江 主心起脚给到进区内 这一下 进没进我们要再看一下 不过从场上的情况来讲 应该主菜班啪啪了这一球算进 我们再通过这个镜头来看一下 确实 这个啤酒已经整体越过了球门线 主菜班的这个吹罚没有问题 传到中落轻松的推射 被控领先的比分扩大 一次倒三角的传球 最终本场比赛的主菜班 梁蔡伟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那么这场比赛当中 黑龙江火山民权在少一人作战的情况下 还是没能够坚守住自己的城门 最终北京北控燕京是凭借着歌舞的两立进球 取得了新赛季中甲联赛的两连胜